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缘代表天 内方代表地 中间的皇帝年号代表人 天 地 人三才具备 因而具有扭转乾坤的能量 五帝分别是清朝盛世时候的五个皇帝 即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靖 这五帝处于中国国力最强大的年代 国运昌盛 社会繁荣 帝旺独尊 流通十九 的天 地 人之精气 故能镇宅 画纱 并兼具旺材的功能 因此将一串五帝铜钱放置在大门口的门殿下 可以起到旺材 画纱的作用 三 玄关布局很重要 大门内是一处不可忽视的旺材宝地 假如在门口处设置一个玄关 除了可以藏风聚起之外 还可以用来化解门外带来的一切不祥之气 因此玄关的风水不容忽视 需要特别注意 四 屏风挡杀器 假如大门一打开正对家中的窗户或阳台 这种格式在风水中成为穿堂杀 容易财来财去留不住 可在大门与窗户之间摆放屏风 造紧盆栽或挂绑门帘 可有效地挡住不断外流的钱 五 大门口要干净整洁 风水学上认为 住宅的大门乃住宅纳其之口 气的出入主要再次 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门口的位置 没有一个整洁通畅的环境 反而堆积了各种杂物垃圾的话 则会导致气运不畅 在许多方面会给宅主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 天地的生气是从门窗进入住宅的 而门外堆放很多杂物 犹如设置了许多障碍 从而导致生气无法通畅的进入 而浊气也无法顺利排出 这样就会使住宅的气场不佳 六 邪柜的风水不容忽视 为了方便 很多家庭都会在大门入口处摆放邪柜 这里面也蕴藏着许多风水讲究 不容忽视 一 邪柜最好要有门 不要用敞开式的 这样可以将邪的无悔之气遮起来 二 邪柜不要超过五层 代表五行并存 三 邪柜不可直冲大门入口 这会容易令宅内的人生病或酒病不遇 四 邪柜不能密不透风 必须要适量的透气 五 邪只以摆放于门口 挥放在屋内其他地方 六 肮脏的邪不要马上放进邪柜内 先要清洁后才可以放进柜内 二 大门风水静静 一 大门禁忌正对电梯闸门 所谓的正对就是开门便是电梯门 而不是偏左或者偏右 这样的风水格局 会使家人平日容易起争执 留年五皇而黑飞道时 容易有血光之灾 二 大门内外禁忌堆放杂物 无论是哪的大门 都系干净 宽敞 整洁 很多家会在禁门的通道内放鞋柜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清洁卫生 因为大门是住宅纳起的通道 如果因为邪柜百邦在这里而导致脏乱 则不利于集气入宅 容易导致家中诸事不顺 三 大门不能对镜子 镜子在洋宅中有着画纱的功效 既然其能画纱 也就代表着能画气 它是不会选择性的指画胸不画级 因此 在门口放一面镜子 会是大门所吸纳的集气 全部被镜子所反射出去 家中便很难有集气进入 容易导致居住者的各方面运势变差 四 大门禁忌一通道底 所谓一通道底 就是打开大门一眼可以就可以见到阳台 或者打开大门就是一条通道直通道底 这样的风水格局 就像是房子被一分为二 会导致集气在宅内不会停留 更不会主望宅运 在这里宅内居住的人的健康运和事业运 都会明显下降 五 大门不能过宽或过窄 大门不可过宽也不可过窄 古人认为房子大则门会大一些 房子小则门会小一些 房小门大或房大门小都不吉利 当然这是针对别墅或者乡下的房子而言的 城市里的公寓房和居民楼中门的大小是有规范的 六 大门禁忌队尖角 小杀又称鸡嘴杀 竹口是官非 若是家居大门不巧正对着一个尖角杀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在门上挂一面突进门旁放植物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房子本身的风水气场就很好 那么外杀的危害力就小 如果房子本身风水气场很差 那么外杀的危害力就大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自己屋内的总体风水格局 七 门墙既有藤蔓植物 在洋宅中最忌讳大门及门墙上有藤蔓类的植物 藤蔓状的植物属阴质 属于勾成藤蛇之象 如果覆盖门墙 则会导致居住者口舌不断 疾病缠身 家人忧郁阴沉 藤蔓状植物越茂盛 则家运越低沉 所以我们在家中种植植物时 要避免这类植物 八 大门不能冲屋门 大门是气场非常强烈的进气口 如果大门直冲屋门则会严重影响到居住者的运势 譬如大门直冲卧室会导致居住者睡眠质量不好 大门直冲婴儿帮则会导致孩子哭闹不停 大门直冲厕所则会导致居住者烂桃花和密尿病 大门直冲厨房则会导致破号血光等等 九 大门最近门对门 所谓两家门对开 必主意加败 这里的门对门并不是指开门建屋门 而是与邻居的大门正对 可是公寓大楼里几乎家门对开不可避免 正确理解这句话 应该是两家门对开 不要出现大口吃小口的现象 对方的门大 我们的门小则就存在大口吃小口的现象 十 大门不能有破损 大门和居住之人的健康 情绪等密切相关 如果门上有破洞缺口 代表人的虚火旺盛 常会有口破溃疡等疾病 家里面的人彼此之间的口角也比较多 家庭和谐是最大的问题 门是禁忌之口 也就是那才必经的通道 如果大门有破损 则代表平时进账有障碍 大门破损 也代表居住之人在外常会与人结怨 或常有口角发生 因此大门如若破损 一定要及时休憩 三 大门的其他风水讲究 一 门外的环境 传统的风水观念来讲 左青龙 右白虎 因此一定要看看大门左右两边的情况 左侧为白虎方位 最好不要突出或者摆放什么东西 风水书中讲白虎探头逼伤人 家里人容易出事或者经常生病 右侧青龙方位最好也不要突出 实在突出一点问题不大 住宅门大小要适中 过大主泄气 不聚气 不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原则 太小又影响聚气的效果 同时大门正面的外观 不可呈现凹凸太多的设计和装潢 会显得低俗 从风水学上讲也不是好的表现 二 门一向内开 在家居风水中以聚气为宜 因此门一向内开 以便吉祥支气的进入 若大门向外开 就会有往外拱的意思 容易将自家的好运送出门去 导致家宅运势衰败 此外 如果家中发生危险时 这样也可以更方便屋外的人推门 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三 大门不宜多 入户门的各属于一个为宜 不宜多开 但很多人会因为家宅面积过大 开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大门来方便进出 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吉利的 门开太多会使家中气场变得杂乱而不纯 导致家宅运势起伏不定 反复无常 而且这样也非常不利于家宅的安全 容易招来盗贼 出现破财的情况 因此门最好开一个为好 若已经开了的 平常不用是最好关上 家中的大门是一家人的进出口 也是家里最主要的那气口 所以这里的风水一定不能忽视 否则钱财不进家 后会可就来不及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